各位茶友好 我是玉秀哥茶团的老王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关于普洱茶的春茶和秋茶的事 因为普洱茶的春茶 尤其是早春茶还有二春茶都基本上已经下来了 那么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茶友给我留言 他的留言我觉得我印象还挺深刻的 就是他在问说这个秋茶有没有存的这个必要呢 那秋茶跟春茶差这么多价格 会不会秋茶存了之后时间长了 他就不好了呢 不会转化呢 那今天呢 我觉得其实咱们可以来抛开那些课本的 还有一些官方的春秋茶的这种说法 来谈一下老王对这些事情的一个体会和感受 那那么其实从老王角来说呢 当时跟这个茶友呢就聊 就说因为之前也拍过相关的视频 聊了这个关于普洱茶的春茶和秋茶 那么从很多的这个 这个茶友上来说 大家可能都比较喜欢春茶的这种风格 这种风味 但是呢其实从老王自身的这个体会来看 他每年的这个春茶跟秋茶呀 他这个差别其实不太一样 这个里头咱们细聊呢 是有这么几个 首先第一呢就是说 形成春茶和秋茶 风味不一样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气候原因 因为在云南的这个春季和这个秋季 那相对来说 它的气候条件啊 它不一样 所以那你形成这个茶叶的这个内含物质 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呢就是说 春茶和秋茶因为采摘的时间不同 所以对于这个整个这个这个茶树来说呀 它这个经历的过程是不一样的 那毕竟春茶它经历了一个冬季嘛 相当于春天是发芽的季节 那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可能储备了一冬天的这种 所谓的养分 那么当然 从老王自身的感受来看 春天跟秋天的这种茶 尤其是在普洱茶当中 它的这个差别 其实是口感上来说 有些年比较明显 有些年头的不太明显 这个可能原因就更复杂了 所以老王更喜欢说 春茶跟秋茶 它实际上是有不同风味的 并不能简单的来说 因为评价所谓好坏 是个很主观的这种因素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 当然大家希望说春茶 要证明春茶比秋茶好 因为在营销上来说呢 这个春茶卖的贵一些吧 但从另外一点来说呢 其实从风味上来说 可能喜欢春茶这种风味的人 更多一些 那所以它就更抢手在市场 那我们可能说 在市场上来说 它卖的会更好一些 所以它卖的会更贵 但不代表 第一是秋茶的这种风味 就不适合您 那每个人都要喝嘛 有可能你也会很喜欢 这个秋茶的风味 那这个时候 那那你就可以买这个 买到比春茶要性价比 高很多的这样秋茶 那第二个呢 其实从老王的角度来说 就是这个关于秋茶存茶之后 是不是就不适合存储 或者说存茶之后 它就不能转换呢 这个问题应该肯定是不是这样 那老王认为 这个基本上它是普洱茶 那就按工艺来说 只要它是合格标准的普洱茶 那么真正到后期转化的一个关键点 那还是存储的这个环境 当然首先 它得是普洱茶工艺 那如果它的工艺不符合普洱茶 比如说它通过高温杀青啊 这个把这个焖箱 这个工艺做进去之后 有可能这个就把内含物质杀死了 这个排除在外 那正常的普洱茶工艺拿下来之后 它转化与否 一方面跟这个树种有关 另外一方面呢 就跟它的这个储存环境有关 那么树种和树种之间的这种差别 可能更明显一些 比一个树种的春秋茶两季的这种差别 要明显的多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在我们今天能够喝到的所谓这个老茶 20年30年的这种 那基本上来说 都是属于这个 拼配茶 上个世纪 80年代90年代 这种拼配茶 那所谓拼配 那里头不只是有春秋茶了 很有可能还有下茶 那山头也有各种山头 那仍然可以转化出好的滋味 从这点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事实 可以证明这个 所谓的这个秋茶 也是可以转化成很好的这个内含物质的 所以从这点来说 大家 这个完全放心 就是说当你买到秋茶的时候 它其实存储 这个方式恰当 那当然首先我们要压成饼啊 存储方式恰当 它其实也是能够转化成非常好的茶的 而且从这个老王资深的感受来看 虽然春茶跟秋茶的价格比较 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但实际上真正在个人体验上 口味上差别是否有那么大 这个仁者兼人志 甚至有一些年 就是有一些年头的这个春茶和秋茶 它相对来说还比较接近 那在节目最后呢 老王其实想跟各位茶友分享一下 就是简单的来判断 春茶跟秋茶的这个 从夜底来判断春茶跟秋茶的方法 那春茶呢 实际上大家可以好理解 就是发芽多嘛 所以呢 其实如果是把春茶和秋茶同时拿出来看 大家可能会发现春茶的这个白蚝 就是所谓芽上带蚝的这种 夜上带蚝的这种芽头 更多一些 这个从这个夜底来看 就属于蚝多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压到饼上之后 那个白色的这样的夜 就是夜底 还有这个在上面因为有蚝 所以它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所谓的粗壮 那么其实它春茶相对来说 看起来这叶子更加的厚 所谓的肥厚 不是大 而是肥厚 这个要冲开了才能看到 秋茶相对来说 它叶子显得薄一些 因为它毕竟后面又长了很多嘛 它这个养分就分离了 但是呢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厚这个味道就就有一定要好过这个包的 所以从这个老的角度来看呢 这个其实决定这个普洱茶口味的好坏 第一是要有这个比如说你这个产地 物种包括这个 整个这个茶园的管理方式 养分天气因素非常多 不同年份那都会不一样 第二个呢 是否能够转化 其实是取决于第一 你的普洱茶工艺是否是正确的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存储方式是否是得当的 那么由这两个主要就是 它就保证了它后期的转化的空间 啊跟春秋茶的限制是并没有太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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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